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超过110万人打出9.6分 豆瓣排名第六的 意大利战争爱情电影 美丽人生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1939年 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意大利 贵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 但内心善良憨厚 而且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 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这天 贵多和好友驾着一辆破车 从乡间来到阿雷佐小镇 他的愿望是在小镇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 过上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 好友高声送诗 歌颂自由 诗中有一句刹车失灵了 恰巧他们的刹车就真的失灵了 车子一路穿过丛林 闯进了国王巡视的路上 阴差阳错之下 跑到了国王车队的前面 贵多挥着手让众人闪开 结果群众把贵多当成国王 纷纷热情的向他招手 贵多就这样体验了一把当国王的感觉 汽车最终停在了一处农场附近 两人钻到车底开始修车 贵多去旁边洗手时 遇到一个小女孩的询问 她十分得瑟说 自己是王子与公主有约 话音刚落 一个姑娘就配合一般从阁楼掉下来 刚好砸进贵多怀里 看着眼前仿佛天使般的女子 贵多对她一见钟情 并说道 早安公主 姑娘名叫多拉 是个女教师 原来她楼上有个黄蜂窝 黄蜂经常骚扰当地居民 热心肠的多拉 想被民除害烧掉黄蜂窝 结果反被黄蜂遮上大腿 贵多让她别动 然后迅速趴在多拉大腿上 帮她吸风毒 完事后 多拉略显尴尬 贵多意有未尽 问她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被遮 装逼的介绍说 自己是这里的王子后 拿了多拉几个鸡蛋就溜了 贵多住进镇里的叔叔家的大房子 然后来到政府部门 填表申请开一家书店 但政务官却因为贵多是犹太人 拒绝签字 贵多一边抱怨 一边无意扣进窗户 不小心碰掉了窗台上的花盆 正好砸在了政务官的头上 贵多一看不妙 赶紧下楼 先把手里的鸡蛋 放在政务官帽子里 然后赶紧帮他拍妥 政务官甩开贵多的手 气急败坏地说 你永远也开不了书店 说完 用力把帽子戴上 贵多大叫 等一下有蛋 但为时已晚 贵多赶紧抢了一辆单车逃跑 结果拐弯时 一个没稳住 直接摔进了姑娘怀里 抬起头一看 被自己压在身下的正是多拉 贵多一脸享受 兴奋地说 早安公主 缘分妙不可言 隔天 贵多又在大街上看到了女神多拉 社交牛叉症的她 刚要上去打招呼 就看见政务官开车过来 原来多拉是政务官的女朋友 多拉赶紧躲在朋友身后 等对方走后 又跳出来对多拉说 早安公主 多拉也挺惊喜 说这真是缘分 后来 贵多为了生计 不得不到叔叔的餐厅当侍从 他热情又幽默的服务 获得了顾客的一致好评 并结识了一位爱猜谜语的德国医生 两人经常互猜谜语 关系十分要好 一天 罗马的都学来到餐厅 贵多听她说 要去多拉的学校试查 于是偷偷拿了她的三色旗 冒充都学 先一步到学校撩女神 她在多拉惊讶的眼神中 走到她的面前 早安公主 周日有什么安排吗 多拉说 周日要和未婚夫去剧院看歌剧 贵多一听也决定去歌剧院 虽然名花已有主 但丝毫不妨碍贵多来松土 接下来 本该是给孩子们洗脑的宣言 也被贵多玩成了个人秀 真正的毒学赶来时 气得胡子都炸了 贵多赶紧从窗户逃走 临走时 还不忘对满脸笑意的多拉说 再见我的公主 周日 贵多果然出现在了剧场 但看一眼舞台算她输 全程都在迟迟望着包厢中 政务官身边的多拉 多希望女神能看自己一眼 隔句解说 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 多拉让政务官去开车 贵多一看 机会来了 赶紧让好友去拖住政务官 自己先一步开车过来截胡多拉 多拉迷迷糊糊上车 嘴里吐槽着政务官总是让她去应酬 还连个冰淇淋都不给买 有头一看才发现驾驶位上竟然是贵多 贵多黑黑一笑 早安公主 多拉吓了一跳 让她给自己一个解释 贵多反驳说 你才需要给我一个解释 你从天而降 掉进我怀里 我又从洋车子上摔进你怀里 我去学校碰到你 梦里也梦到你 你总是缠绕着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我投降 你赢了 这番话说得多拉心滑怒放 但她还是让贵多送自己回剧院 因为政务官还在等她 但贵多在激动之下 不仅误把车顶打开了 还把方向盘拔了下来 外面还下着大雨 贵多赶紧把坐垫放在方向盘上 做了个临时雨伞递给多拉 她安抚道 别怕 一切由我 随后 贵多将多拉俯下车 下台阶前 贵多说 等等 别弄湿了你的脚 然后拿起车里的丝绸 铺在台阶上 夜色迷人 贵多给多拉撑着伞念着诗 送她回家的路上 俩人畅快地聊着天 直到多拉家门口 贵多鼓起勇气向她表白 多拉被贵多真诚炙热的话语打动 并沉醉其中 突然一声雷响 多拉瞬间清醒 迫于家庭的压力 她马上就要和并不喜欢的政务官顶婚了 很快 政务官就一厢情愿地举办了订婚晚宴 地点就在贵多叔叔的餐厅 演会这天 叔叔的白马被人涂成了原谅色 上面还写着小心犹太马 演会上 多拉闷闷不乐 这时仆人送上了一个蛋糕 上面写着早安公主 经过一番寻找 她终于看到了贵多 心情以下就好了许多 趁人不注意 她钻到了桌子下面 偷偷爬向贵多 贵多高兴地看着女神说道 公主你也在这儿 多拉爬到贵多面前送给了她一个香吻 然后认真地说 带我走 于是 贵多骑着叔叔圆亮色的马 闯进宴会 直接来到多拉面前说 公主请上马 多拉直接踩着桌子 坐到马上和她离开 政务官半天没反应过来 等她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骨鸟蛋掉在头上 蛋又碎了 贵多带着多拉 在叔叔家旁边的小屋住了下来 便很快生了个儿子 乔舒亚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乔舒亚不喜欢洗澡 每次都会东躲西藏 为了躲避妈妈 这次她又藏在了没有底的柜子中 贵多回来将玫瑰花放在柜子上 乔舒亚冲贵多眨眨眼 示意别露馅 多拉发现玫瑰后 赞叹这花真美 贵多说 看我用意念将她召唤过来 说完念叨着 小柜子快过来 乔舒亚顶着柜子走了过来 打开门 张开双臂说 早安公主 可意外不期而至 乔舒亚生日这天 多拉回家只剩一地狼藉 贵多和乔舒亚被纳粹抓上火车 准备运往集中营 贵多为安抚乔舒亚 骗她说 这是给你准备的生日惊喜 多拉不是犹太人没有被抓 但她也坚持要上车 列车把他们带到了纳粹集中营 男人和女人被分开 乔舒亚问 爸爸 我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贵多说 游戏要遵守规则 男人一边 女人一边 军官负责主持 犯错就得退出 但要是赢了的话 就可以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 乔舒亚听后非常期待 来到宿舍 里面的人全都垂头藏气 为了打消儿子的疑惑 贵多故作高兴 说我们定了床位 别让别人抢走了 坐到床铺上 乔舒亚抱怨说 这里像个牢房 那些军人很凶 他想吃点心 贵多说 因为每个人都在争坦克 所以那些军人不得不凶 这样才能让别人遵守规则 乔舒亚又问 什么时候能看到妈妈 贵多回道 我们得到一千分 就能开着坦克去接妈妈 话音刚落 纳粹军官来讲解集中营的规矩 贵多自告奋勇地取当翻译 但他其实根本不懂德语 贵多胡乱翻译说 这是一场游戏 谁能先得到一千分 就能获得坦克 士兵则扮演恶人 谁要害怕就会被扣分 违反三个原则也会被扣分 第一是哭 第二是找妈妈 第三是要吃点心 大人听得一脸懵逼 但乔舒亚却信以为真 看来 爸爸没有骗自己 贵多作为劳动力 来到闷热的铸造车间 搬运巨大的铁针 一天下来 抬胳膊都非常吃力 但见到乔舒亚后 他仍然一脸兴奋 说他今天完成了很多有趣的游戏 得了48分 乔舒亚说他没吃点心 那你可以得12分 我们一共得了60分 现在是第一名 乔舒亚听后非常开心 朵拉这边 他听说老人和孩子 因为没有劳动能力 都会被骗去洗澡 实际上 浴室是赌气势 他们都被赌死了 胆幸运的是 乔舒亚不喜欢洗澡 偷偷跑到了贵多的车间 贵多不想让他看到自己 这么狼狈的样子 骗他说自己在造坦克 让他躲起来 不然就会被扣分 这边 老人和孩子们被命令 脱下衣服进浴室 但全部有去无回 一位从里面出来的女兵 吓得腿都软了 多拉在一堆衣物中疯狂寻找 害怕会有乔舒亚的 乔舒亚被贵多藏在了上坡 告诉他 如果他躲得好 让军人以为他失踪了 那么他就可以得到120分 这天 贵多把乔舒亚藏在手推车里 路过没锁门的广播室时 两人偷偷跑了进去 贵多用最温柔动听的声音 对广播说 早安公主 昨夜我整晚都梦到你 我们去看电影 你穿着粉红色的裙子 是我最中意的那条 我的公主 我惦念的只有你 紧接着广播中传来了 乔舒亚欢快的声音 妈妈 爸爸用手推车推我 但他不会推 笑到我肚子疼 丈夫和儿子的声音 回荡在集中营上控 多拉知道两人平安无事 终于安心 隔天医生给所有人检查身体 贵多发现 他正是自己认识到 爱猜谜语的德国医生 医生也认出了贵多 在他的安排下 贵多去给德国军官当侍从 准备晚宴 他把乔舒亚伪装成德国小孩 并告诉他 千万不要说话 乔舒亚在宴会上饱餐了一顿 军医遇见了贵多 并给他出了个谜语 肥肥愁 谈笑得发黄 你问我是什么 我说嘎嘎嘎 答案不是鸭子 也不是鸭嘴兽 因为鸭嘴兽叫声不是嘎嘎嘎 暗示意大利语和德语 成为鉴别其身份的关键 他无法帮助两人逃走 贵多听懂后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宴会结束后 贵多抱着熟睡的儿子试图离开 但却走错了方向 来到了一处尸骨如山的地方 吓得他赶紧回到牢房 一天 乔舒亚安睡在贵多怀中 牢房外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董德语的狱友说 二战结束了 纳粹已经战败 集中营正在争分夺苗进行打清洗 贵多明白 想活命只能藏起来 他趁乱带着儿子逃出来 告诉乔舒亚 现在你是最后一个了 所有人都在找你 躲到明早不被发现就赢了 你就能得到一辆坦克 去接妈妈回家 然后把儿子藏在了一个铁柜子里面 叮嘱他 无论如何都不要出来 直到一个人一点声音都没了 再打开柜门 接着 贵多伪装成女人 来到多拉的牢房 这里空空如也 女人们都被赶上了大卡车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贵多追着卡车大喊 让他们跳车 结果被士兵发现 士兵用枪抵着他路过铁柜 贵多向儿子眨了眨眼 乔书亚也做出回应 表示明白 接着 贵多开心的大踏步走过铁柜 一边走一边望向乔书亚 像玩着一个有趣的游戏 乔书亚看到父亲的动作偷偷的笑了 贵多被士兵压到偏僻的角落 做成枪响后 只有士兵走了出来 第二天清晨 纳粹士兵终于全部撤离 躲藏起来的幸存者也陆续离开 直到空无一人 乔书亚才推开铁门走了出来 他走到路中央 一辆美军坦克开到他面前 乔书亚惊讶的大喊 是真的坦克 爸爸真的没有骗我 美国大兵将他抱起 乔书亚开心的坐在坦克上前进 突然他看到了一旁的多拉 下了坦克朝多拉飞奔而去 多拉高兴的亲吻着儿子 乔书亚兴奋的说 我们赢了 得了一千分 我坐着坦克回来了 《美丽人生》 上映于1997年 由罗伯托·贝尼尼自导自演 电影全片无一丝黑暗描述 更没有一处血腥暴力的描写 用近乎习感的画面 将纳粹那种残忍拍了出来 影片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是男主追女主的幸福生活 后半部分是男主为了保护儿子童年 编制的巨大谎言 电影很平淡 但他所表现的思想 却一点都不平淡 小男主生活在集中营里 却没有留下丝毫阴影 一个父亲用生命维护了孩子的童年 影片让人为之动容的 不仅是伟大的父爱 更是男主从始至终面对生活的态度 没有人的生活是一路顺随 面对生活的至暗时刻 我们或许暂时无法改变窘境 但我们却可以选择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不为黑暗不识豁达 微笑面对 是如何在至暗的生活里拥有伟地人生的答案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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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